話說陳寬英定於行通祭那天, 匯聚子孫叔侄及佛山、廣州、香港、澳門四大分店的私利, 就在酒莊那裡同食五宴, 飯後再去慕知善堂共行善舉, 善舉之後一起行通祭。 那天午飯時份,陳寬英子孫滿堂的侄孫歡聚, 陳泰吉酒莊佛山分店私利陳如村, 廣州分店私利田慶柱, 香港分店私利古浩天, 都已經一一到達陳泰吉酒莊的客廳。 陳寬英特色各分店的生意, 都好像豬籠入水那樣, 滲花怒房,笑口常開。 陳如鶯,古新鳴,周春林,倫祖光, 醉許先和陳俠,也先後進來了。 兩桌宴席街坳也擺好了, 昆伯都請大家入席了, 唯有澳門分店的蘇成安,沒有賴意。 宴席之上, 困然不致春風滿座, 至陳寬英和陳如鶯, 一直心都哩哩鑾, 因為蘇成干,至今都還未出現。 再說, 飲宴之後,陳寬英帶頭上繳, 這群人陌生吹哩鑾, 那支轿的队伍到达石巷口,转入墓资善堂的门前停下, 李宇农那群人早就在善堂门口等候, 陈欢英他们一一落轿,李宇农那群人就向陈泰吉酒庄的城邦, 洛善浩斯的人人致使拱手致离欢迎。 大家走到善堂客厅,陈欢英立刻捐了白银五百两, 陈余岳和他两个儿子合共,一共捐了一千两, 而其他国人每人分别有些捐一百两,有些捐八十两。 大家捐过钱之后,都坐在客厅当中稍微休息, 准备一会儿就一起行通制了。 就在这个时候,蘇成干走到进来, 这位陈泰吉酒庄澳门分店的司理一到了, 急急捐了一百两, 古浩天发现了蘇成干,大声叫他, 阿成干,你来了吗? 是啊,由于离不及去酒庄,就只好直接来到善堂。 咦? 古浩天见蘇成干,好像不是很开心。 他立即拉着蘇成干,转到陈寬英的面前, 陳老爷,澳门司理,蘇成干来了。 蘇成干就向陈寬英拱手致礼, 你说:「和陈老爷请安,祝陈老爷伸出大家万事如意?」 陳寬英就开心了,好呀,好呀, 比此一样,比此一样,都万事如意, 成干,坐,请坐。 豈料蘇成安說,不,蘇成安一邊說著,一邊拿出一頁指尖,雙手遞給陳寬英,他接著說, 今天晚輩匆匆趕來,是向陳老爺請辭的,什麼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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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寬英,他接過對方遞過來的辭職信,他都覺得惡言到不得了,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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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請辭?喂,什麼?酒莊的四位老闆,知道了嗎? 啊,啊,一切都寫在辭職信上,我呢,我要對得住天地,對得起娘親啊。 蘇成安話音光落,剛好這個時候陳俠走到過來,他從頭到腳,左左右右,看了蘇成安一輪之後, 最後,他認出對方是自己田房妻子兒的兒子, 啊?是你,是成安? 是呀,呃,西伯你是…… 是!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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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寬英這個時候,他想起來了,成安? 安,他,他是你繼父啊 成安,果然是你啊 陳俠無限興奮,他伸出雙手 緊緊握著對方的雙臂說 豪華,我,我們終於都可以上回了 繼父,繼父 蘇成安向著陳俠無限跪下來 他說,想不到,想不到在這裡見到你啊,繼父 起床,快點起床 陳俠無限,他將蘇成安扶起來 他猛地說,繼父對不起你 對不起你 陳寬英就在中間說 合卿,你不必賊給自己 這些不是你的錯 啊,無論如何 是我令到成安無恥受苦 你二十幾年來,我一直問你們兩無恥 成安,成安,成安,你娘親豪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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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蘇成安說到來這裡,喉嚨都好像被什麼塞住了 好久,好久,她才一隻字,一隻字地說出禮 她,她,她在你被捕的第三天 她將我帶到表白的屋棋之後 她,她就透河之盡了,繼父 哈,吹臉 都好像晴天霹靂那樣 陳俠哭吐大哭,啪聲跪了下來 她按高的頭,大聲呼叫 陳俠,對不起你,對不起你啊 陳俠,陳俠,看到這一切,她飛步向前,啪聲跪在蘇成安的面前就說 弟弟,弟弟,是大哥不好,是大哥不好啊 大哥這身骯髒骯髒,跳樓東平河都洗不清啊,弟弟 陳俠,陳俠,陳俠,父子,向世去者的後代,下跪請罪 眾人看到這個場面,都無筆心水悲創,眼影雷花 陳寬英含淚扶起陳俠,她說了 合平,算了,一切都敬意過去,合平你起身,起身 蘇成安這個時候,她亦含淚扶起陳俠,大哥 起身啦,既然大哥你認識過去,那…那我就放心了 我娘親的在天之靈,也都會放心的 陳寬英就說了,是啊,姓安說得好 其實,罪魁禍首是油渣蟹,而他嘛,都已經受到應有的懲罰了 大家都說,老爺說得對呀,看來,油渣蟹被雷劈到癱瘓 臥床不起,昏迷不醒,是天意,天意,是上天懲罰她呀 陳俠,俠就說了,油渣蟹,她已經成為水底的沉渣 不過,眼下的時勢馬,官吏扶紐,眼令槍絕,太清不變,世間永無安寧呀 古天號激動地說了,哎呀,謝歡這番話,真是一此中的呀 聽說,去年夏天,入京應事的一千三百幾個舉人,聯名上書光水皇帝呀 陳俠就接著說了,是啊 康有為聯合各省上京應事的舉人,上書光水皇帝 是請求,拒和,遷都,練兵,變法 這一個,是康有為上書光水皇帝的第二書 可惜呀,又被阻止,都未能呈到皇帝的首頌呀 看來,項有為,還會上書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的 古浩天接著嘆息說,就是,西方已經進入蒸氣幾年代,都如日中天 大清呢,為何有一成不變呢? 陳俠也一聲感嘆地說,哎呀,當今中國,即使是邊洞一尊一雅 都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呀 哎呀,這樣啦這樣啦,時光不早了,大家一齊去行通制吧 陳寬英就即使附和說,沒錯沒錯,走走走走走,行善舉,行通制 這陣通制橋上,人潮湧動,男女老幼,一家大小,都是首舉紫製風車呀,風鈴呀,小花燈呀,笑逐顏開,相互祝福,彼此道賀的 而落水兩岸,彩底飄飄,古惡陣陣,歡聲笑語 而橋邊的果座良亭,從走廊到亭裏邊,這陣,擠滿文人默客,私憑酒友,一日都捧狐舉杯,喜談吉祥 有個少年學子,站在石燈上,混足丹田戲,就在這裡中讀陳如岳的名篇,《領南萬目蠢》 只見那個少年時子都有板有眼的呀 百川崩流,萬目敬首,風雲變幻,識者生存,求生則勝,秦舊則須,壯災越海,破浪非洲 那個少年,自治亨槍,一口氣中讀完那一篇一千多字的醒世佳作 那羽生都紛紛舉杯 這陣,陳寬英、陳如岳和四個酒莊的新老闆 以及陳如川、古天浩、蘇成安、田慶柱、周春林、倫祖光、醉許先、陳俠和坤白等人 都已經來到通濟橋的涼亭附近 大家看見這番的歡騰,都無筆心潮澎湃 情意撥而言的 那個少年呢?他發現了陳如岳 他一個戰步衝過來,歡欣大叫 恩師來了,恩師來了,領南萬木春,啟迪世間 恩師來了,恩師來了 那羽生也發現了陳太吉走座的老闆陳寬英 放聲歡呼 陳太吉皆仰,陶醉天下 陳太吉皆仰,陶醉天下 陳寬英、陳如岳父子就一起說了 醉天下,醒世間 人知尚情啊 醉天下,醒世間 人知尚情啊 各位,講到這句 陶醉天下的整個故事就跟大家說完了 講起上來 要寫一部這樣的報頭 要寫一個這樣的長篇小說 就不是容易的 所以,當我說這個故事的過程當中 我經常都會讀一下作者的後記 在結束之前,我想在後記當中 抽一部份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這樣的 自從我董事開始 就知道佛山有陳太吉米酒 因為我父親和我大哥都喜歡喝酒 幾乎每日都要品嘗都是無酒不歡之日 到了少年時期 經常聽見大人提到 有一間陳太吉酒廠 在南海師範讀書的時候 學校曾經搬到石灣那個時候才得識 陳太吉酒廠就在那座陶督 佛山的確是一部讀不完的傳奇 是一曲唱不完的重歌 佛山的厚重歷史文化實在令人專屬 於是,陶醉天下這部長篇小說的創作素材的首集 就從這位太史公開始 跟蹤著這位歷史人物的足跡 進行方方面面的採訪 一句話 當年,陳太吉酒廠不但讓造出美酒 亦讓造出漢臨 各位,如果一直以來 你從頭到尾都在收聽陶醉天下這個故事 堅持舞斷過的話 我在這裏要衷心感激你 講到這裏,全部講完 各位聽眾朋友,再會再會